好我们今天呢看一看啊 这个上节课我们说的这个骨质鸡 骨四头鸡是一个鸡组 我们先说了骨质鸡 然后呢我们今天说一说这个 它下面的一个鸡肉叫做骨中间鸡 骨中间鸡 除了骨质鸡用femoral之外 其他的这个骨四头当中的三个鸡肉 全用这个词叫vistos 这个词来代替啊 它叫骨 一看到这个就是骨骨的骨 后面呢加上inter 内在的 minium 里面的啊 又内在又里面 所以叫中间啊 骨中间鸡就这么来的 我们看一看它位置啊 你看这个图 是不是特别像这个骨质鸡啊 和这个骨质鸡非常的相似 这个是骨质鸡啊 这个是骨中间鸡啊 大家看一看啊 非常相似 冷眼一看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是比它小一号啊 但是呢 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特点 这个骨质鸡和骨中间鸡区别在哪啊 大家能看到吗 对 它起质点不同 尤其是起点 骨质鸡在哪 卡前下几 对吧 在这个地方 而骨中间鸡就在骨骨上 所以呢 它这个起质点有完全不一样的啊 大家注意 一看到 起质点并不在这个卡前下几上的 这个绝对就不是骨质鸡 我们要这个考试的时候看到图 一定要注意这个区别 别一看到这个仿锤像的 你就选骨质鸡去 这可不行 比如说考试说给你这么一个图 问图片当中的鸡肉是什么呀 骨丝头正好四个鸡肉 分别代表ABCD 对吧 骨质鸡 骨内侧 骨外侧 骨中间 那么这个长在骨骨上呢 这个就叫骨中间鸡 千万要注意这一点啊 只有延伸到我们的 且前下几的 才是骨质鸡 才是这个骨质鸡 一定要把这个搞清楚 骨中间鸡呢 这个是一个很小的鸡肉 它存在感不强 只不过呢 它是我们骨质鸡 更深一层的鸡肉 负责呢 我们膝盖和人们骨骨的这个稳定 然后呢 它是深吸的一个鸡肉 所以从单词上 我们看啊 Vistos 非常不一样的 V开头的 V开头的单词也非常少啊 代表鸡肉的 这是骨中间鸡 后面加上intermedial 一看到有intermedial 把这个分成两个部分来看 又内侧 又中间 这个就是我们的骨中间鸡 骨中间鸡 又有in 又有medium 这个就是骨中间鸡 把这个要记清楚 其实这个单词非常好区分啊 但刺特点很强 那么起点 Origin起点 叫做enter lateral femur ship 前外侧的骨骨骨干 中间神奇的O 把它区分开 前面enter lateral外侧的 骨骨的骨隔的这个干 骨骨隔 一看到这个词呢 我们就知道 它在骨隔上 具体考试的时候啊 应该不会问到这么详细 我们只需要它在骨骨上 famer就可以了 那么指点呢 叫做insertion指点 tibia tuberosity tibia是我们的禁骨 一看到tuber 这个就是 什么呀 一个龙起的骨性标志 骨骨粗龙 禁骨粗龙 禁骨粗龙非常明显 就是这儿 禁骨粗龙 这个鼓起来的这个打包 在我们禁骨上 这个就是禁骨粗龙 好 起点指点都有了 起点指点都有了 就是这个简单的 骨中间肌 好 我们看一看动脉 atural the femoral atural 就是骨动脉 没有什么特别的 nerval 神经 femoral nervous 骨神经 也是老生常谈 都一样 动作 action extension of knee joint 伸展我们的膝关节 就一个动作 伸展膝关节 就是把腿踢直 这个动作 就是把腿踢直 这个动作 伸直 膝关节伸展 只做这一个动作 无论是这个骨中间 还是其他的这个 骨丝头肌当中 三个肌肉 全只是做 伸膝这个动作 动作很统一 协同肌 三个是协同肌 当然是骨丝头当中的 其他几个的 vestolateral 骨外侧 vestol致 骨内侧 和 requered femurs 骨直肌 其他三个骨丝头当中的 和他协同 对抗肌 叫做 antagonist 对抗什么呢 叫做 hamstring 我们的 锅声机 和 tripsoro 这里面有一个词 叫做tripsoro 这是 小腿三头肌 小腿三头肌 我们看一下 鼓中间肌做深吸动作 对抗后面的 锅声机机组 以及 小腿三头肌 这个小腿三头肌 用法不多 但是 猛然间出来 大家要知道 说的呢 就是我们的 肥肠肌 加上 比目鱼 肥肠肌两个头 比目鱼一个头 就叫小腿三头肌 因为什么 为什么把这个 比目鱼肌和 这个肥肠肌 放在一起说 因为它后面的 这个 跟腱 我们的 阿基里斯基建 跟腱 是肥肠肌和 比目鱼肌的 共同的 这个 支点 所以大家注意 也有说 小腿三头肌的 一说这个 就是比目鱼 加上 肥肠肌 另外呢 它只有一个特点 就是 我们的 骨质肌的 深层肌肉 骨质肌的 深层肌肉 从这非常明显 看出来 前面这是 骨质肌 很大 很长 然后把它拿掉 里面的 这个小小的 形态 跟它非常相似的 叫做 什么呀 骨中间肌 好 以下呢 就是这个 骨中间肌的 一些概念特点 非常简单 我们先来看看立题 骨质肌肉 我们先来看看立题 我们先来看看立题 我们先来看看立题